今天是2020年9月22號 現在是下午2點5時 本來我正要準備做大禮拜 那就突然接到註念的電話 說現在在台南兵衣館7號註念室 有一場註念 叫我趕快過去 那因緣既然來了 我就要趕快過去兵衣館那邊幫王者註念 現在2點5時 從我家到台南兵衣館 要40分鐘的時間 我說我大概3點半會趕過去 那因為路途比較遠 所以我要細快一點趕快過去幫王者註念 這裡是我家附近的風光 還不錯不錯啊 我住的地方算是離台南市區比較遠 在台南市區比較遠 在台南市區的外面 有何要車輕乘的地方 有何要車低 有何要車高鐵 经过的路线 王走是要到高雄 是的阿连 王又是要到新华 刚刚从我家的各位人 现在来到这里是 任德的东丹路 上面就是郭道一号 郭道一号高速公路 现在我已经来到中华动路 跟着这条中华动路一直走 就可以到达兵力馆 我的右手边是台南文化中心 我的左手边是巴克里公园 这两个景点都是台南市 很有名的景点 再上这个高架桥 全快就回到达兵力了 兵医馆快到就在前面 这个门算是兵医馆的侧门 这门是在另外一边 我从这边进来也可以 那边有一家哪有路 在兵医馆的身体也很好 旁边是河平堂 我看到一位出家师傅 今天要祝念的地点 是在祝念室的旗号 祝念队像是一位先生 左边就是兵医馆的大门 前面是兵医馆的服务中心 那我找一下祝念师 右边进去就是祝念师 右边进去就是祝念师 这一排都是祝念师 不要找一下七号 来到这里又觉得蛮 蛮数目的 在前面吧 7号就在那边 感觉每次来兵医馆都觉得很吵很热闹 好像各行各月都有淡忘记 但是宾馆这边永远生意都很好 我要到前面的7号入恋室 5号入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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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就是这间 我要进去了 老师的祝念已经圆满了 现在是下午5点半 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 这场祝念家属比较少 只有两位家属也在旁边 只是很可惜家属他们并没有一起念 他们只在旁边 无法手机跟聊天 其实祝念 对王者最大的帮助就是家属要跟着一起念 希望今天祝念的这位舞蹈先生 他能够万元放下 能够顺利往生到希望极乐世界 今天算是圆满了